哈喽大家好 我是普普通通的围曲妈妈 今天是冬至咯 在我们这边冬至大乳年 而且在我们当地有一个特别的习俗 叫做搓米食 什么叫做搓米食呢 其实就是搓汤圆 就是在冬至的前一个晚上 我们一家人要聚在一起 一起搓米食 我们要把搓好的米食放在一个布鸡里面 然后布鸡的中间一定要放一个小橘子 寓意着吉祥如意 然后我们还要捏一些什么小狗啊 小猪啊小兔子啊 还有什么元宝之类的东西 寓意着招财敬宝 时来运转 朋友们你们那边的冬至有什么习俗呢 欢迎留言咯 祝各位友友们冬至快乐 全家幸福吉祥如意